台北市佛具产业历史悠久 为了推广佛具产业与记忆 台北市商业处与台北市佛具商业同业工会 特别办理2022台北神将福虎公益大赏 活动一开始邀请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与台北市佛具商业同业工会 共同为黑虎将军揭幕 3 2 1 请揭幕 哇哦 我们恭喜黑虎将军的 叮恩厨艺 来到这个非常的令人开心 副虎争 Were Park 今天的活动很重要是 除了黑虎将军要帮我们吞sch Hooke之外 还有让年村 organizations 在今天的活动时可以看到 사용Detmuş亲自示范 而且还可以DIY 看到除 muge 产生的一些过程 然後怎麼樣把它做出來 成為我們在寺廟裡面 供奉的重要的神像 所以今天有這個活動 我覺得讓更多的人了解我們國具 它其實不只是信仰 它還是很重要的記憶 也有很多的技術 還有我們師父們的精神在裡面 所以今天要代表市政府 謝謝商業同意工會 不斷的在推廣我們國具的記憶 最重要的是要保存我們這些師父的這些人才 讓它的技術要一直流傳下去 活動現場特別展示木雕 彩繪 貼金 刺繡等四種工藝 並以俯虎為主題 吸引不少親子朋友一起來參加彩繪活動 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因為他也是念美術班 所以這樣讓他來體驗一下 對 這是我們男星袖裝吳師父的作品 師父今天是身體微樣 所以沒有人到現場來這樣 現在看到這個是我們七爺八爺的 那個腿套 這個是半成品 然後成品在後面那邊 所以它的龍身 對 龍身都變立鐵的 因為裡面有塞棉花 現在看到這都是純手工的 就是一針一線 一針一線 百分百純手工 對 對 對 然後旁邊這一個是我們玉皇大帝的秀衣 對 那就是說我們的神像有軟身跟一體成型的 那這個是 對不起 這個是軟身的那個神像玉皇大帝的秀衣 所以今天特別跟老師情商借來我們現場做展示 這樣子 這也是手工 對 對 對 那我們前面展示櫃那邊還有一個是那個蝙蝠八卦 也是老師就是一針一線刺繡 秀起來一大幅 在我們前面的展示櫃 待會複習 那邊要秀很久吧 這個快半年 才這樣子 而且還未完工 對 對 對 因為老師最近身體比較微樣啦 對 那邊就是細喔 對 就是它的漸層色其實真的要靠功力 而且近年來做已經斷層了 對 很少 年輕人大概有點少見 做不住 因為它必須很細緻 對 對 因為是剛好適逢虎年 所以我們規劃了虎爺的一些相關文物的特展這樣子 那其實在神佛像的製程裡面 它有蠻多的工藝技術的不同的層面跟工序在 那我們今年主要是針對木雕 刺繡 貼金 還有彩繪 這四大項目來去做活動的那個主題這樣子 希望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讓市民大眾會讓大家可以更有機會 親近一下我們的佛具 就算它已經快黃昏產業了 可是它還是有它的文化價值在 那我現在身邊這個是那個男星繡裝的 吳老師的作品 然後我們看到其實它這一副是那個 七爺八爺他們的腳褲子的繡 那個腿套 褲子的腿套 對那都是老師一針一線去慢慢去縫出來 去刺繡去繡出來的 其實工藝蠻細 那這樣子的作品 一雙腿大概至少三個月到半年的工時跑不掉 對對對 所以老師那也是蠻辛苦的啦 然後也苦 後繼無人有點苦惱 所以今天剛好老師有點微樣 所以沒辦法到現場來幫大家做說明 這個要價不菲 其實會看它需要的材質跟它的面積大小 那今天帶出來的這一雙腿套大概一件啦 一雙腿十萬塊 兩雙腿二十萬 大概是這個價值 但是文化是無價的 希望有更多的 更多的民眾願意來親近它去認識它 甚至希望 更希望有人願意來傳承它 因為刺繡真的蠻辛苦蠻累的 好這個是我們傳統的宗教雕刻神像的記憶 對然後這個本身因為我做 我十幾歲就開始學了 然後這個學程真的是比較長 現在年輕人比較不願意學習 對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記憶斷層 嚴重的地方就是在這邊 因為其實在在古代 就是我們工藝師 古代是沒有什麼叫藝術家 但是藝術家其實就是工藝師 就是把最好的東西貢獻給神明 就是在把我們的記憶 放在這個神明身上 所以他雕刻他的比例 他的神韻 就是等於是現代的藝術創作就對了 對那古代是沒有什麼所謂的藝術創作 其實就是傳統工藝 所謂貼金就是 非常顧名思義就是把金箔 像我家貼的是銀箔 所以它是銀色的 像這種就是貼金 這種金色的 然後亮的都是金箔 貼金它主要是 為了讓神明或是 整個宮廟看起來 就是金碧輝煌的 金碧輝煌的感覺 所以會用貼金的方式 去讓那個色澤變亮 對這大概就是貼金的意思 就是這樣 把金箔放上去之後 拿這種刷子 比較軟一點的 然後放這樣 這樣子 扇上去 然後 再慢慢的把它刷平 它就會看起來就是平面 然後又很亮 對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都是老了 就斷層了 差不多如果我們現在 很需要有年輕人 從這小小的藝術家 對這有興趣的 慢慢去琢磨 因為基礎是打在那個 年輕的時候 小孩子 我們這個美術雕 一定要比例的很好 刻的神像 一定要才比例好 要不然你刻的 頭大大嘴短短的 所以說要比例好 比例好 他至少要知道 有這個神像 慢慢他去接觸 比方說要刻關公 你要瞭解關公的習性 你要刻那個張輝 還是你要刻那個 趙子龍 還是要刻那個孔明 你看你看他的臉部的神像 很有神印 很有神際妙神 還是很威武的 還是很凶惡的 都是一步一步的 從歷史小時候都要知道 像我們以前都是 師傅在講我們偷聽的 這樣子啊那個 哇以前的師傅這樣子 可以這樣氣功下去啊 那個做起來氣功 他們我們就要看 手指都怎麼做 以前都畫起來 由於佛具相關技藝 學習時間長 產業也面臨傳承的問題 因此台北市佛具商業同業工會 希望透過活動的推廣 讓年輕世代有機會 認識佛具產業 也希望擴大串聯佛具產業的 經濟規模 讓有興趣的年輕人 願意投入 希望說我們政府 重視我們這種傳統公益師啊 對他要保存這項記憶的話 就是希望他給我們 多一點的一些管道 比如說可以幫小孩子授課啊 之類做傳承方面的 的一些課程 比如說台北市政府幫我們舉辦 授課方面 對 讓我們有一個場地 有一個時間 然後為我們下一代 來傳授這樣的記憶 對種下這樣的種子啊 因為你要有一個誘因嘛 有一個引導 小孩子他才有興趣 原來雕刻神像是這麼來的 不然這樣子我們沒有透過我們的解說 或是我們這樣子雕刻給小孩子看 現在小孩子他根本就不懂這方面的東西 對 所以我希望台北市政府 或是我們政府單位 他能幫我們開這個課程 我們來教我們的下一代 對最起碼下一代他知道說 原來神像是這樣刻出來的 先雕刻 開斧雕刻 然後打磨打底 然後上粉線安金 到最後我們要供奉就要開光點眼 對這幾個十幾個流程 就是我希望我介紹給我們下一代的小孩子知道 你可以看其他師父 都已經年紀很大了 如果再過一點時間 可能就會有我們常講失傳 可是我們常聽到就是說 台灣公廟多到比電力商店還多 那如果我們說老一輩的都退休了之後 你神像他終究是一個木雕 然後他總是會有一天會壞掉 會裂開 那這樣子可以讓我們新一輩的 就是可以維修啊什麼的 就比較不會讓他們失傳掉 我剛開始對木雕有興趣 可是來這邊之後師父也都跟我講說 你現在做這一行 你必須所有的事情都包 你才有辦法講現實一點 存活下去 不然可能就餓死了 對 那你學生會不會覺得很辛苦啊 辛苦多少是一定會啊 因為要做很多事情嘛 那 那就是也還好啦其實說真的 所以說有時候我們現在是要多元化 也不能單單佛像 我們一直整個宗教的體系 包括佛像佛桌 裡面的裝潢設計 整個廟宇 你都可以接的話 所以你就不會有那個經濟的問題了 這個就是要培養人才 在理事長一直希望可以升耕 向下扎耕 希望引起小朋友的興趣 那剛剛在介紹的時候 其實有蠻多 妹妹覺得好漂亮喔 我說你要不要學 不要覺得好辛苦 這也是老師目前覺得最頭疼 然後覺得就是最難去突破的啦 所以也是希望說可以有更多人 願意接觸這個產業這樣子 這場台北神將俯虎公益大賞 讓民眾有機會來了解傳統公益之美 也帶領民眾一窺佛具產業的特色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